秦始皇统一六国时 委派大将蒙田率领庞大军队北征匈奴 一举夺回黄河以南的河桃地区 匈奴值得向北迁徙 不敢南下放牧 刘邦平定中原后 也对匈奴发动过进攻 率领32万大军亲征 尽管最终未能取胜 甚至陷入白灯山七天七夜的围困 为何秦军能轻松战胜匈奴 而汉军却难以做到呢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秦军战斗力强大 在统一六国之前 秦朝军队历经数百年的战争锤炼 老兵传承经验 新兵接受教导 使得秦军一直保持强盛状态 这是汉军所无法比拟的 刘邦的汉军最初由一支杂乱部队组成 从反秦起义到楚汉争霸结束 能幸存下来的老兵 也未超过六年的兵兵 若汉军与全盛时期的秦军对战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例如秦朝相亡和秦始皇时代的秦军 否则各国也不会将秦军誉为虎狼之士 其次 在先秦时期 虽然匈奴实力不可小觑 但在发展阶段 在战国时代 秦国 赵国和燕国都曾打败接壤的北方游牧民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秦军实力强劲 迫使匈奴不敢南下放牧 收复了河桃以南地区 匈奴守领头漫缠雨 只得率领匈奴向北迁徙 前往更遥远的墨北地区 蒙田率军在北方驻守了十余年 匈奴面对强大的秦军感到恐惧 一直不敢南下侵扰 随后 秦始皇和蒙田相继去世 中原陷入混乱 六国贵族纷纷复国 边境驻防军队和囚徒相继撤离 这时 匈奴活动范围扩大 隐瞒了发展的机遇 莫都继承投曼的位置后 趁着中原混乱之际 开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战争 在刘邦平定中原后 莫都领导匈奴部落 征服了数百个北方游牧部落 使匈奴成为北方草原最强大的国家 兵力增加数倍 拥有四十万精锐骑兵 刘邦虽然在楚汉争霸中获胜 但中原长期战乱 急需恢复元气 汉军主要由步兵组成 少数骑兵轻装简变 而匈奴骑兵则是重型突袭骑兵 擅长骑射 当时 匈奴的战斗力远超过汉军 若秦军面对发展壮大的匈奴 即使取胜 也不会像以前那般轻松 自秦小公推行商量变法以来 行过经济蓬勃发展 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 西部大欢义渠部落义渠 使戎敌分支 使西域地区的游牧民族 已不再是主要敌手 在秦小公时期 秦国出兵攻打义渠 迫使其臣服 随后 义渠开始铸城墙自卫 而秦国逐渐侵蚀疫区领土 于是秦开始控制隆西 北地 上郡 并兴建长城 以抵御湖人 随后 义渠称位 赵 寒 燕 除五国联合进攻秦国之际 摆脱秦国统治 与东部诸国合力攻击秦国 秦惠文王结束中原战事后 集结重兵攻击疫区 疫区攻占二十五成 在其领土设立限制 使疫区臣服 随后 在秦昭相亡时期 宣太后引诱杀害疫区王 随后秦国发动全面战争 彻底消灭了疫区国 解决了这一潜在威胁 此举于使秦国控制了隆西 北地和上郡 并兴建长城 以抵御北方和西域游牧民族的威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派遣大将蒙田 率领数十万大军北征匈牧 重新夺回了黄河以南失地 蒙田收复河桃地区后 沿黄河设立要塞 兴建四十四座县城 秦始皇下令将囚徒牵制这些城市 同时加固长城 修筑直道 与数十万大军一同镇守边疆 随后 蒙田率军渡过黄河 占领阳山和北甲地区向北推进 蒙田在上郡驻守了十余年 使匈奴畏惧 不敢南侵 这一战彻底解决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匈奴势力被限制在殷山至河桃伊北地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免受战乱之苦 为了稳固黄河以南的统治 秦始皇设立了九元郡 修建秦之道 连接咸阳和九元郡 以防备匈奴的再次侵袭 匈奴不仅无法与秦军匹敌 而且由于畏惧秦军 不敢南侠放牧 匈奴勇士甚至不敢射箭还击 彰显了秦军的强大威势 秦始皇去世后 赵高发动政变 拥立秦始皇的幼子胡海为皇帝 在北方上郡 公子扶苏和将军蒙义 遭到冤杀 随后 由于秦二世和赵高实施科政 引发了民变 导致中原地区陷入混乱 驻扎在北方的大军和移民 纷纷返回中原 使得匈奴重新扩大活动范围 逐渐重新吞并了 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 秦二世即位后 匈奴首领投卖的儿子 莫独杀父篡位 莫独登基后 匈奴开始迅速扩张 随后向西西基岳之人 将其赶走 南下并吞楼帆和白阳河南亡的地盘 匈奴重新夺回了蒙田曾经夺取的领土 与汉朝观赛相接 接着 莫独继续向东进攻 击溃了东湖部落 东湖亡国覆灭 东湖人称为匈奴的奴隶 随后 他又向西宫打跃支 迫使他们西前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地区 接着又南下吞并了楼帆和白阳河南亡的领土 重掌了蒙田夺取的核桃地区 匈奴势力重新强大 控制的战士数量达30万余人 匈奴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国家 北方诸部纷纷臣服 南方与中国为敌 蝉鱼的宫廷设于植带河云中地区 在中原地区饱受战火蹂躏之际 项羽和刘邦正熬战于楚汉之间 莫独则趁机征服了北方草原上的各部落 壮大自身实力 他率领着30万弓箭手 使其成为北方草原上最为强大的国家 莫独的王宫延伸至赵国昔日 设立的戴郡和云中郡一带 与南方的西汉陷入敌对之中 刘邦率领32万大军 征套匈奴公元前201年 刘邦平定中原之后 任命韩王信驻守待地 并在马义城建立都城 守卫太原北部 随后莫独围攻了马义城 韩王信投降 使莫独得以继续南下 攻打晋阳城 公元前200年秋冬 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北征匈奴 莫独故意装作溃败逃逸 却暗中保留精锐部队 最终率领40万骑兵 将刘邦围困于白灯山七日七夜 在这段时间里 汉军多次突围失败 损失惨重 面对被围困的困境 刘邦值得采纳陈平的计策 秘密赠送贵重礼物 给莫独最宠爱的妻子 此后 鄂是向莫独谎称 数十万大军即将赶制支援 再加上韩王兴的部将 未能及时赶到 贸独怀疑 他们与汉朝串通 随听信七子之言 撤出了围困之势 释放了刘邦 刘邦回到中原后 派遣刘靖前往匈奴谋求和解 从以上情况可以得知 秦国的军队以及秦朝的军队 都展现出了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强大战斗力 迫使匈奴因畏惧秦军的强势而不敢南下放牧 也不敢进行报复性的出兵 相比之下 汉朝军队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屡遭惨败 被迫将皇室公主远嫁给匈奴 并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连续 丝绸 粮食 煤酒等物资 以缓和双方关系 刘邦甚至未能夺回匈奴再度侵占的河桃地区 随后匈奴多次背弃盟约 对中原地区进行掠夺和侵扰 甚至一直持续到后来 匈奴每年都会入侵汉朝边境 导致许多人民和牲畜丧生北略 为了缓和与匈奴的关系 汉朝值得不断采取和侵政策 直到汉武帝时代 魏清率领军队击溃了匈奴 最终夺回了元属秦朝的河桃地区 并设立了朔方郡黄河河桃西北部 和五元郡秦始皇时设置的九元郡东半部 从而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为何秦军能战胜匈奴 而汉军却难以做到 秦军之所以能够轻易击败匈奴 主要在于其强大的战斗力 其次是在秦国和秦朝时期 匈奴尚未达到秦末汉初时期 匈奴的强大程度 当然在秦始皇时代 匈奴相比战国时期已经更为强大 但随着匈奴的壮大 汉朝也在不断加强自身实力 如果秦始皇和蒙田等大将依然在世 即便匈奴首领莫都在征服北方各族 统一北方草原方面表现出色 匈奴也将难以匹敌秦军的力量 秦始皇也不会袖手旁观 莫都统一游牧诸部 很可能在秦朝的干预下 莫都即便有意统一北方草原 也将面临重重阻碍 秦军强大的战斗力 主要源自商样的变法 其中实施的更战策略 已经逐步将秦国转变为一台战争机器 商样的改革废除了传统的封决制度 建立了以军功爵位为准则的法律 即使是贵族后裔 如果没有军功也无法登记家谱 而奴隶和平民则通过战功可获得军功 然后凭此获得爵位成为贵族 战死者的军功爵位也可传给子孙 同时也能凭此让被定罪的亲属或是 如果妻子是奴隶 也能转为自由平民 可以说只需一人在家中取得军功 悬架斗将授益 斩获敌军首级越多 所积累的军功就越多 相应的获得的爵位也越高 在军功制度下 所有人都平等 无论身世如何 凭借军功皆可封决 拥有作冠的资格 这一制度大大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积极性 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 他们在闲暇失务农 战时则奋勇上阵 殊死斗敌 此外 在农忙过后 即使没有官方组织 百姓也会自发进行训练 因为只有健壮的体魄和军事技能 才能在战场上提高生存几率 斩杀更多敌军 从而平均功获得爵位 一旦战事爆发 秦国士兵并不畏惧 反而士气高昂 目睹对方士兵 身批首级和军功 激励无比 战争爆发后 秦军如同脱缰的猛马 勇往直前 无所畏惧 甚至不穿战甲 因为笨重的装备 会妨碍灵国机动和攻击性 他们斩首后 将敌手献上 继续冲锋杀敌 这一壮观景象 使敌人心生畏惧 各诸侯国纷纷认为 秦国士兵比猛虎还可怕 被誉为虎狼之师 除了依靠军功绝制度 秦国还依托关中平原 和巴蜀平原这两大粮仓 为秦军提供充足的粮草供应 以维持庞大军队 和进行长期兼并战争 同时 秦军装备更为精良的兵器 在战场上占据优势 这得益于秦国实施的 物乐公民军功制度 确保了兵器质量 这三者的结合 使得秦国建立了一只 无敌的虎狼之师 相比之下 汉军未能达到这种标准 导致战斗力不及秦军 此外 在刘邦统一中原后 匈奴崛起 壮大之时 而中原身陷动荡 民不聊生 汉军主要由步兵组成 在面对匈奴的精锐铁击时 处于劣势 这也导致了刘邦在白登山的失败 秦军之所以能战胜匈奴 是因为他们战斗力强大 而秦朝国力雄厚 与此同时 当时的匈奴尚未崛起 实力远不及秦朝 被迫不敢南下放牧 只能一次次向北迁徙 汉军未能战胜匈奴 首先是因为汉军步兵战力 不及匈奴的精锐铁击 其次 匈奴当时已统一北方草原 处于强盛时期 刘邦讨伐匈奴时的兵力 不及匈奴 因此难以击败莫独麾下的精锐铁击